民進黨的趙冠立在今天召開了中場會 那會中也對於黨務的相關事情來討論 不過其實呢就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就是黨主席賴慶德特地點名了立委莊瑞雄 是讓在場的中常委全都愣住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來聽莊瑞雄怎麼說 我講我的真心話 屏東是一個很純樸的地方 非常重感情的地方 我真的上一次擔任蘇貞金的總幹事 我們是一個鄉鎮 然後一個村莊 這樣子一起去打拼 他本來是平北嘛 那我在平南 我選第八屆選第九屆 那我是剩下四十幾天 那黨做規劃 我到不分區 那我們總是要 總統跟立委的選舉 要把那個選舉 把他盡力去把他完成 後來我們也真的完成了嘛 就打贏了嘛 那你現在說 我當過人家總幹事人 再下去選這個強人所難 我相信我們提名小組一定會很有智慧的啦 總是過去蘇家在屏東經營了幾十年 那個都是一點一滴這樣累積上來 傳統的支持者 大家都是聯手在打拼的 那你現在就要把他推出去 那何不把他召喚回來 這個都是智慧啦 要怎麼處理 這個提名小組 他們會去發揮他們的一個智慧 好那大家會對莊瑞熊特別有反應的原因 就是因為民進黨原本提名 要來選平南區立委的議員許展為退選之後呢 黨內的提名小組 以及很多民眾都在勸勁在地的莊瑞熊來選 不過其實莊瑞熊一點到說 過去民進黨都是跟無黨籍的蘇正清長期來合作 而這一次呢 蘇正清也派出了兒子由蘇孟淳 也是掛無黨籍要來選平南區 所以莊瑞熊就認為說 基於人情意理上面如果出來選 真的是有點尷尬 目前他的態度呢也都還是偏向於不想選的狀況來看 以上是想要最近情形把時間交換棚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